这个抓资料,如何从以前有抓资料 如何快速处理 那这部分刚好又是VBA的强项 因为如果你用其他的工具来处理 或者你用其他的城市开发环境的话 其实好像都没有一个优于VBA的 其实你用什么工具好像更好 好像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工具又简便 像开发环境好了 像比较一般性像Visual Studio 光安装就一堆石 而且你还要电脑速度够快 还要设定一些东西 如果你用Java的话也是更麻烦 光环境我看很多同学光设定就是一堆问题 那VBA的话呢 它只要怎么样 打开开发人员 打开VBA 问题就解决了 再来就是怎么样 你去撰写VBA程式 只要新增一个模组 再插入一个程序 再插入一个按钮 居然就可以开始 已经把事情做完了 人家可能还在起跑点 你事情就解决了 这感觉非常好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开发 干脆直接用VBA来做就好了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你的资料 以前的资料库 像Visual Studio 还要再把它放到CQ Server 或者SS 那现在你想说 那Essal放哪里 Essal本身就可以放了 放哪里 对不对 那以前的话 CQ Server 你还要绕到一个CQ Server 放在可能一个Server上面 然后再撈资料 还要设定权限干嘛的 我看 这些东西 如果等你学会 你要开始应用 你可能已经投昏了 你应该 而且这些东西 绝对不是一般同学 可以胜任的 因为东西太多细节了 光CQ Server好了 你要把它学会 哎呦 我妈妈有开课 要把它真的学到会 还真的有点难度 那Essal呢 你要不要学 应该还是要学一点 但是放资料的部分 应该没什么问题 OK 所以以这样来看 大数据 想一想 它的应用部分 恐怕理论 应该大家都听很多了 然后很多什么研讨 很多网路上 你YouTube一打 大数据关键字 一堆演讲 每天都跟你讲说 大数据是什么东西 但如何做 怎么做 对不对 那个Google 用人家预测 什么美国的 什么流行病 很厉害 这个中间 大家讲都谁会讲 但是做如何做 那我想 我们是比较踏实的 有大数据 用这个最快 OK 所以如何把网路上的资料 抓下来 马上分析一个结果 甚至秀出图表 秀出表格 马上看到结果 我就拿这个结果 说服你 这个比什么还来 更客观吧 我不是说我今天 我讲 天花乱坠 然后告诉你 你说 都自由新政吧 还有 你觉得哪一个东西 卖出去最好 你用哪一种方案最好 你要看数据 而不是说 像传统是 老板说哪一个 就哪一个 卖不好 谁负责 老板负责 反正公司 是好是坏 老板的事 那这个另当别论 我们来看一下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 要把刚刚的逻辑 变成什么 VBA逻辑 也许刚刚是这样子 那我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 我一个fine 两个fine 对不对 那所以这边的话 我可以怎么样 这个数字 我一样可以用类似fine 但是在VBA里面 它有一个函数 叫做 INSTR 那你也可以直接用fine 丢到这边来 OK啦 不过我习惯用这个 好 那怎么做 它的方法 其实差不了多少 不过它的好处是 它如果找到之后 它会告诉你位置 然后呢 这个参数 前面你可以加一个什么 START 从第几个字开始找 预设从第一个字开始找 那你比如找到这个 那你可以再把它加1之后 再让它往后找 如果有第二个的话 它就可以一直往后找 如果用INSTR的话 它可以找第二个 找第三个 找第四个 OK好 那逻辑上跟刚刚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就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再加一个 web VBA 那里面的话 都一样 只是把里面东西删掉 那我今天一样 把这个是要查的 放在C1 这个放 C1 这个D1 然后我的程式 什么 第一个是 For I 等于第二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反正最下面一列 不知道没关系 你可以用什么 Range A2 向下增车 这个已经写得N变了 应该都会了 然后再来 因为会需要找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F1 这个F1是指的是什么 这个的位置在哪里 那这个我把它当F2 找到之后的话 分别放在这两个变数之后 再利用什么MID函数 去把这两个加进来 然后把这个东西 放在这个变数里面 斗点 再把F1 怎么样 加1 对不对 斗点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 再把F2 减1 再加 再减这个 就得到最后结果 输出 它自动就会帮我输出了 那程式怎么写 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应该有基本观念了 所以我写出来 第一个 其实应该要写注解了 不过应该没时间 我就这样 假如第一个是回圈范围 第二个的话就是 我们 第一个是F1的位置 F1是这个 就是这个位置 第二F2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把它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B栏 输出到B栏的这个位置 那公司是什么呢 一样用什么MID 这个MID指的是 这是VBA里面的MID 那特别注意 这个里面要多一个叫INST 但这个函数的话 如果你比较陌生的话 那你可以打一个VBA 点 它也会出来 INST 这边也会出来 在VBA里面有这个函数 潜挂壶 它会有几个问题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STAR STAR我们不需要 暂时不需要 因为只要找一个的时候就不用 我们 SWIN1指的是什么 SWIN1指的是 你要找的那个字串 那你要找那个字串 就是什么 就是找 A栏里面的这个储存格 那怎么表示 Sales 对 刮壶 哪一列 I列 哪一栏 A栏里面的东西 它就会把什么呢 把这个资料抓到这边来 做什么呢 那找什么 逗点 找这个储存格 那因为这个储存格 如果是都锁定的话 我习惯用什么 用Range 还记得吧 就不用Sales了 因为都固定的 所以我们前面 没有都有锁定 然后这边就是C1 直接就帮我抓C1的东西 它就会帮我去找到什么呢 找到它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应该就是 145的样子吧 那这个位置的话 就是它的位置 最后呢 再把这个里面的东西 做 这个是加1 这个是减1 之后再减F1 公式好像都一模一样 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所以我们再按F8 然后第一个 它找到什么 找到这个145的位置 这个找到多少 找到209的位置 然后再往下 有没有 它就输出了 输出的结果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不过好像少了一个什么 少了一个后面的那个 是不是一个 多了一个减1 这个 如果不OK 对不对 把它两个相减 你可以倒车 VPA比较厉害 它还可以倒车 拉回去 再执行一下 OK的 这个功能在其他语言 也没有那么好 你就写Java 没有 还可以倒车的 很多开发环境 都没有那么优 所以算起来这个还蛮简单的 好 所以差别好像是说 这边不需要再减1 好 不需要减1 因为它找到 我印象中 好像是不是说 它找 这个等一下再看一下 好 那输出之后的话 那一样 全部都跑一样的动作 所以直接把它执行过 全部就完成了 但是 这个已经OK了 其实程式也没几行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INSD 前面这个VBA 要不要加都没关系 看你自己 你加也OK 不加也OK 那主要它 这样那个MID 也可以加一个VBA 点MID它也会出来 好 那这边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 我们利用那个第一阶段 那第二阶段是 如果我的问题 好像还没解决 我这个难度比较高 就是说 同学问另外问题 像这边 它不止一个超连结 如果说 这里面呢 有不止一个超连结的状况 有没有办法 帮我把第二个超连结 第三个超连结 通通都把它列在这边 全部列过来 像这边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两个 那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有没有办法做到 这个我想已经有点难度了 后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好